看看新闻网 因为到了我的赏音 我曾经很自豪我的假声 我的假音很圆润 然后很好听 但自从就一直在上面转眼 就很多时候 我们到了那个音乐的时候 我就自动转假声 为什么我希望它很美 可是到了有一次跟 雨生在一个节目里面 被直接被主持人陷害 要PK高音的时候 我那时候发现原来 其实有些音域的 高音的那个部分 除了假声的柔美之外 你其实如果有一些地方 你针对一些词曲的一个搭配 你假如能开发出混声 或者是有真声的力度存在的话 你能够更完整的诠释更多的歌曲 所以我其实有一阵子在假音乐上面 钻研的有点过头了 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说 那我浪费了一段时间 在这上面钻研 于是又回到了一个折中的 一个修正的路线 那其实反过来讲 我今天能够诠释那么多类型 然后大家觉得我的真假声的 无痕转换等等等等 其他的部分 其实也是在那一集之后 我觉得突然间醒过来 我不要专注于一种声音 应该开发出很多种 适合我 也适合很多歌曲诠释的一个声音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走弯路的部分 那如果我看到了一些状况 是这样的部分呢 我知道 假设知道学员的能力不止于此呢 可能我会给一些建议 然后让他少走一些弯路 然后节省一些时间 我觉得这一点的部分呢 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因为毕竟我虚长几岁 从本期节目开始 我爱好声音将全新升级 增设一名助教 与导师一同指导学员 此次林志炫的助教 就是他的好朋友戴军 对于戴军傻宝的个性 林志炫一点也不担心 被他抢走风头 今天能够做他的助教 我也希望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老师会比较客气嘛 不会对学生太严肃 所以呢 我在中间会使坏 调调他们 看能不能让老师和学生之间 出更多的火花 我们之间非常的熟悉 然后我觉得戴军一可爱 二他用字浅词非常有亮点 假如啦 待会在节目当中 如果我评点 或者是跟学员沟通的时候呢 假设我的用字 稍微尖色了一点的时候呢 我偶尔可以麻烦这位助教呢 用大家浅显易懂 有一针箭写的方式呢 再帮我再解说一遍 哈哈哈哈 中国好声音将进入锦罗密谷的筹备 作为实力唱将 林志炫是否会加盟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我适合做什么 或者是看中我在某方面的才能 来邀请我就是了 但我不会主动的去争取任何的位置 因为我不是一个竞争型的人 我只是要把我自己的东西做到好 那酒香呢就不怕巷子生嘛 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然后其他的一部分就交给 我觉得市场上的或者是房间的朋友们 你如果觉得看中我能够为这个节目提供什么样的 新的亮点或者服务的话 那就来找我呗 但我不会主动竞争